云端上面也可以看到有关讲义部分 其实这边也有一些相关的补充资料 那我也把它做一些整理 包含就是说怎么去加那个外挂的部分 那这个外挂其实也是从网路上查到的 这个主要是以前可能习惯用Eclipse 但是一直想说Eclipse能不能加上Python 如果可以的话那更好 比如说Google找一下吧 后来发现有这个外挂可以用 当然不是只有这个外挂 其实还有其他的外挂也可以符合我们要的 主要就是把Eclipse拿来做开发Python使用 OK所以这个部分也许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那下午的话我们接着机会来看 我刚刚好几个重点 包含就是那个基本的语法跟结构控制 结构控制主要就是做逻辑判断 那逻辑判断任何语言都有了 一般是用if 如果一层单一个if 然后如果两重的话就elf 有没有那其他语言也差不多 然后如果还有第三重或多重的话 就是中间加elf 不过VPA叫elf 但是语法差异一点点 但是实际上它的做法都差不多 OK所以后面的话呢 我们就是会来讲这有关基本语法 跟结构控制部分 那第一个呢我们先了解什么叫变数 不过在任何语言一定都有变数 那只是说其他语言 跟那个Python里面最大的变数 就是我早上讲的 变数部分的话 在Python里面不用宣告 VPA里面呢也不用宣告 不过VPA跟Python不一样的地方是 VPA你要宣告也可以 但是Python是一定是不能宣 一定是不用宣告 差别在这里 所以有时候 你们看那个人家写VPA程式 奇怪有的人写了很多的宣告 但有的人就是不宣告 哪一个对哪一个错 其实都没有对错 反正你习惯就好了 所以我跟各位讲 程式设计最麻烦的地方就是说 十个人有十种写法 不同的人有不同逻辑 写出来的程式一定是不一样的 OK所以特别注意 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 OK而且差异性还颇大 OK所以程式部分千万请注意 不要一直以为有标准答案 或者你要看我的答案你可以参考 但是你可以 不一定受到我的答案给限制住了 你也可以去想想看 有没有其他的写法 那个写法比较适合 就是说是你想出来的最好的写法 因为那个是很直觉的 程式最怕就是说你拿别人的 然后你就把它充当是自己的 那就麻烦 因为很多人问你为什么这样子 你根本答不出来 你根本就是复制贴上而已 OK所以特别注意 哪怕是你们学完我的程式 你也可以用自己的写法写写看 但是万变不离其中 变数一定是不会变的 反正写的方法都差不多 那什么叫变数 反正简单讲起来 这边有一个叙述 不过简单讲起来就是 我要把东西存起来 存在哪里 存在电脑的记忆体里面 弄个地方 只是说呢 你不知道放在记忆体的哪个位置 你不用配置 你也不用指标 反正就是放在那边就对了 OK 那至于里面放什么形态 Pyzen里面很特别 就是你第一次给它什么 比如说你第一次给它一个整数 那它就int 如果你第一次给它一个文字 那它就是一个文字 就一个字串 如果你有小数点 它就浮点 诸如此类的 如果你给它一个日期时间的话 它就是日期时间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它会自己去调配 也就是你不用特别去先宣告 让它知道说你这个只能放什么 我觉得这个跟其他语言比起来 就会有一个比较方便的地方 也就是说大数据分析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定义里面很重要 你的资料来源 有一个不确定因素 也就是说我的大数据分析 我来源不知道是什么形态 我也不知道是文字 也不知道是到底是数字 也不知道是不是小数点 那如果你先宣告 你就先宣告一个数字了 结果来了是一个文字 那你直接放进去就错了 就放不进去了 OK 所以 Pyzen也许它有它的设计理念 那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丢什么给它 它就是什么 所以score如果你丢80 那它就是一个整数 OK 那将来如果你要变成文字的话 记得早上有讲过 你要加str 有没有 如果你要变成数字 整数叫int 那如果有小数点就float 大概会有这几个 OK 另外的话顺便讲一下 在Pyzen里面的注解符号 所谓的注解应该知道吧 所谓的注解就是说 那一段程式是不会被执行的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在程式里面 加上一个警号的话 它底下的程式就不会被执行 这点等一下我会demo给各位看一下 像这个后面有个说明 float等于香蕉 放进去 那后面有个警字号开头的后面这些就是一个注解 不会被执行 OK 你不能说你没有警字号 如果你有个警字 你没有警字号 那程式就发生错误了 他说奇怪 你怎么放一些怪怪的东西在这里 另外还有一点 顺便讲一下 在那个程式里面 就是前后的双引号 你可以拿来表示 这个资料它是一个字串 或者要叫文字 但是在Pyzen里面 你可以用双引号 也可以用单引号 OK 特别注意哦 所以有些人习惯文字前会用单引号 你不要觉得他是写错了 那是习惯问题 像我的习惯 因为我以前写过任何程式都是双引号 所以我干脆一律都用双引号就好了 OK 这一点可能要注意一下 在Pyzen里面 文字单引号跟双引号都可以 但是千万注意哦 不能前面跟后面不一样哦 你如果用双引号 你就两个都双引号 你不要一个双引号 一个单引号 那就错了 OK 这一点可能要注意一下哦 那其他的话呢 还有哪一些可能要注意的 那命名规则可能注意一下 第一个 你的变 你的变数名称不能用什么 一二三 四五六是什么 一等于三 二等于五 不对啊 因为你数字就数字了 你不能拿它来当变数名称 但是你可以用A1等于三 A2等于五 有没有 你可以前面是一个英文 后面是一个数字 可以 OK 但是你就不能用数字开头 这个可能蛮多 任何语言其实都差不多 OK 再来 所以说第一个字不能是数字 后面是数字OK 再来另外 你的那个符号尽量不要用什么 逗点 据点 或者顿点等等那些标准的话 尽量都不要用 那只有一个比较安全 就是underline 底线 OK 底线可以哦 但是其他尽量不要用 所以如果你要取什么 A底线1可以啊 A底线2可以 underline是安全的 除了underline底线之外 其他都不要用 OK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另外 那个命名名称也尽量不要用保留 不能用保留字 比如说 在程式里面if 你不能用if等于3 不行啊 4等于5 不行 那个保留字也不能用 至于哪些是保留字 可能后面我们用到的话 会再陆陆续续跟各位做说明 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要来做一些简单的运算 比如说加减乘除 这个在程式里面该怎么做 OK 另外的话呢 一样啦 先加减后乘除 先乘除后加减 等在一边 所以如果你要先加减后乘除 一定要先刮 再刮乎起来 OK 比如说ABCD这样的 去述方法 应该可以看到 相加码 那这个另外里面 可能有比较特殊的 像这个层 层的话 我们以前是这样 在那个程式里面 就是一个STAR符号 OK 那这个层层的话 意思是什么 特别注意 这个层层两个的话 就是三的平方 那如果三的立方的话呢 就是乘整乘 OK 特别注意哦 另外的话 这个乘 还有特殊的用途 就是如果你后面是 一个数字的话 数字乘数字 那在这边这样 如果前面假设是什么 一个文字 一个文字乘一个 乘几个的话 意思是说 重复几次的意思 OK 在它里面有一个特殊用法 那个乘 可以拿来乘文字 那意思就是说呢 重复几个文字 等于是 这个后面我们也会用到 那再来的话 底下 我们在 讲义里面 有提到这个了 这个就是person 那person 请问一下 这个 这个a里面的结果 应该是多少 这个person 是求余数 余多少 余多少 OK 4除以3 余多少 余1 所以a里面就1 OK 这个person 可能要注意一下 其他的话 就负语值 反正这个算完之后 丢过来丢过来 你们也可以 自己在到 那个python里面 练习 比如自己 用那个 把这个打上去 然后练习一下 把它做一个print 平方 那你可能用泡 就是用mass.泡那个方圈 你就不能用那个层层层 这种方式 那可能我记错了 OK 所以层层的话是可以做出是 相两层两次 OK 那不然的话 另外还有一个 一个module mass.mass里面有个点泡 也可以得到就是 我们要的那个几次方 二次方或三次方 如果这个地方没办法做出来的话 那我们也许用mass 那mass要另外impot 因为它已经存在 可是你要用它的话 你必须要impot它 这个后面我们再来看好了 OK 这样来的话 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练习 不过这个练习里面的话 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 就是会多一个形态 这个形态的话 它是 这个叫lis 如果说将来我们放资料的话 一般是只能放一个 比如说我放一个 一个字串 如果说将来你要放什么 一堆字串的话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你可能就是要用一个lis 的形态 这个lis的形态有点像其他语言里面的 那个array 一个阵列 不过在这个lis里面 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它里面 每一个资料 它可以是不同的形态 OK 我感觉这个有点像 那个easeo里面 反正easeo里面 你丢什么 它 你可以丢一个文字 丢一个数字 等等的 它其实丢什么 它就是什么 OK 所以这样的好处 就是 可以呢 预先不需要知道 也是一样 大数据分析的 那个定义里面 知道来源不确定的话 那不过呢 如果说我今天丢了一个 一个串列 那我希望观察 它里面 把里面的资料 调出来的话 特别注意 它里面就是 有一个index 那index的话 从零开始 所以如果我要抓第一个 这个时候 你就是要用什么 X 如果你要抓第一个的话 中瓜胡 然后里面的话 你给它零 如果你抓到的话 就会抓第一个 意思是可以推 OK 所以它的顺序 不是从一开始 不像以色列里面 第一列就第一个 它从第零开始 OK 那再来的话 我们后面有一个type 将来如果说 你假设写程式里面 经常遇到 就是你形态错误 那你要想说 到底为什么形态错误 你可以把它type出来 它会告诉你 那个变数里面 它里面到底是 放哪一个形态 是strin呢 还是imt呢 还是flotter 或者less 当然这三种 是最常用到的 其他后面 当然还有 就是比较喊用 但是也会用到的 相关形态 像dictionary 像字典 后面也会提到 OK 所以我们先把 比较重要的 先把它拉出来 请各位练习一下 把刚刚讲的东西 也许你就做一个 简单的sample 比如说我今天呢 我x 就12到5好了 那我最后把它print出来 那里面其中 x4 刮52 特别注意 如果我刮52的话 请问是 抓回来是多少 OK 对不对 所以0 1 2 刚好它就抓到2 所以它print出来 就会是我们的结果 请各位待会 也是一样 建一个新的module 所以这个module的部分的话呢 一样 我刚刚早上讲过 你就直接在这上方 src上方按右键 那一样new的话 new的话预设理论 应该是会给一个 预设 我们跟other好了 在other里面 请你找到module 其实下一步吧 它问你说 你这个module名称叫什么 H 你就打一个 变数 VAR好了 OK 那里面的话呢 请各位 这个地方 它会问你templates 那你就直接 把它cancel掉 这边也用cancel 直接把程式打在这里 当然这个 程式其实 我先偷懒一下 云端上 其实有这一串 OK 那请各位 试着打打看 因为大家要了解一下 相关变数 这个指定跟输出 这个指定跟输出 把它print了出来 就是把它这个print了 OK 最后结果就出来了 另外呢 其实我刚刚提到 就是一个串例里面 你也可以给不同形态的 比如说我今天 我这个3 假如说我把它print了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可以放不同的资料 或者你这边4.0也可以吧 假如说这个前面两个是整数 后面是 那个字串 然后最后一个是 辅典 它也会print了出来 那如果说 假如你最后print了这个 这个假设你要知道说 它的形态是什么 那个什么 在外面包一个什么 type type 然后你就把它刮 包在外面 它会告诉你说 你这个print了出来的结果 它会把那个形态 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形态 它会跟你讲说 它是一个street 然后它会出现class 它是类别 是一个字串 帮我把它print了出来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利用这个 在云端上面的范例 去输出那个x 1到5 试试看 再加一些东西吧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print了出来 底下我上面等于赋予它 整共会有五个变数 然后当然你可以 这个创列 list它的特点就是说 它里面可以放不同 资料形态的资料 但你要抓它的值的话 就是中国R5里面给它缩影值 那当然一定从零开始 这个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一般人会觉得说 习惯就从第一个开始 那你如果从第零的开始 有的时候真的比较麻烦 所以像我有时候习惯 我干脆把第一个避开 我干脆就第一个不要放资料 我从第二个开始 我从第二个开始放 反正就一开始 这样也OK 其实等于是说你第一个空调 这一个取巧的写法 所以后面我会教各位一些 我可能觉得写程式真的就是不一定要针的脚尖 可能有一些取巧的方法 可以让你程式写的比较简单 也比较好理解 这个后面会再跟各位提到 那底下的话呢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print的出来 比如说我今天在这个print的前面 我希望怎么样 print一个东西 比如说我print 前面再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swing型别 比如说swing型别后面加一个Hello World 那这个底下 我如果希望做个变化 什么变化 一般习惯 是希望在这边 加一个换行 比如说你在输出的时候 希望字跟字中间换个enter 换行 特别说换行的话 你就要注意 在那个python里面 你就要懂得所谓的 所谓的拖曳资源 不过这个翻译有点怪怪 所谓的拖曳应该指的说 那个地方的资源 是一个保留资源 你就必须要给它一个反斜线 开头 那后面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 底下我这边有一个列 有一个叫推字元的一个表 看一下这边有没有放 如果没有放的话 在讲义里面有 那里面如果说我今天 要输出一个换行的话 那最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在这个字串里面 加一个什么呢 反斜线N 反斜线加一个N 那这个地方的话 它就有换行的效果 如果把它执行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 它的word就换到下一行 OK 那另外还有哪一些呢 你可以加一个反斜线T 如果你要在字串中间 加一个什么 有点像Tab的效果 有点像在word里面 要定位点 你让它可以中间多一个 有点像缩排 那你可以用反斜线T OK 那另外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比如说我要抓取什么 List的行别里面的第三个资料 第三个资料是 像这样子 散不过呢 理论上你抓过来的时候 它这个地方呢 如果你要加两个双引号在前后的话 因为双引号 在城市里面已经被用掉了 所以如果你要加这个两个双引号在这边 不出错的话 记得你不能说我直接怎么样 就是在城市 里面加什么 加那个 如果你要加一个 像这样的形态 特别说 你不是说像我们一般的理解是 直接加什么 加一个双引号在里面 放在这里 如果你放这样的话 它就不能理解 为什么 因为这个双引号在城市里面是有意义的 就是代表是自串的开头 或者自串的结束 那可是我还是要输出什么办 很简单 你就在怎么样 在这个双引号前面 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反斜线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呢 你输出的话 就加一个反斜线 双引号 这样呢 就知道说 原来你是要输出的是一个什么 一个双引号 OK 那后面的话一样 所以后面串接 我要串一个什么 串接一个 这个双引号 两个嘛 所以自串 那里面的话你不能直接再加一个双引号 你要加一个反斜线 双引号 这样的话呢 它就知道说 原来你是要输出的是一个后双引号 好 那这样的话 我输出 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是这样撰写 它输出的结果 就会是得到这样的结果 OK 其他像单引号也是一样 如果你单引号在 Python里面也是 已经被用掉 所以你单引号 你也不能直接 你如果要输出一个单引号 那一样在前面加一个反斜线 好 就可以做输出 OK 那这里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就把那个 刚刚这个程式 变数的输出结果 再串接一下 不过特别注意就是串接 还有会牵涉到转型 那转型的话 如果它本身就自串 自串加自串 它输出是OK的 可是如果说 它本来里面的资料是 数字的 或者是 有辅点的 有小数点的话 那你记得要转型 转型的方式跟 早上讲的是一样的 就是 如果你要自串串自串 就是记得要加一个STR 以下方 好